接下來進入的重點叫做平面鏡 平面鏡 平面鏡的成像是一個重點 利用反射的原理讓它可以成像的 就叫做鏡子 鏡子的面如果是平的就是平面鏡 凸子叫做凸面鏡 凸子叫做凹面鏡 我們後面再講凸面鏡和凹面鏡 我們今天重點是放在平面鏡 鏡子的面是平的叫平面鏡 平面鏡的成像原理其實就是反射 光射出去 然後反射 然後呢 我有光進到我眼睛之後 我知道光會走直線 我就會向後面延伸 我就覺得這邊有個像 這個就是我的成像 就是我的成像 那這個叫做虛像 它並不是光線真正實際匯聚所形成的像 上面講真孔成像光真的有道對不對 光真的有道這個沒有 是延長線道的 所以不是光線實際匯聚所形成的像 叫做虛像 而虛像 就是平面鏡成像的原因 所以呢要記成像性質 老實說 考試考成像性質要講三件事 正義還是導力 放大還是縮小 實相還是虛像 平面鏡的成像性質是 正義相等虛像 正義相等虛像 平面鏡的扯成的像是正義相等的虛像 相等虛像 同時呢 還有兩件事要記得 考試也會考 一個叫做 過去等於上去 一個叫做左右相反 這裡的左右相反的意思 跟平常的意思不太一樣 這個左右相反的意思跟平常的意思不太一樣 好 你們在顯微機的左右相反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面對鏡子你舉左手 那個人跟你舉同一邊 可是那個是那個人的右手 所以叫做左右相反這個意思 所以跟你那個 顯微機的左右相反意思不太一樣 好 物具會等於相具 左右相反 這些上面的話通通都會考 正義相等虛像會考 物具等於相具會考 左右相反會考 通通都會考 你就會記得 OK 又是平面鏡的成像性質 正義相等虛像 還有物具會等於相具 還有左右會相反 那跟你講過什麼叫虛像 就是不是光線實際匯具所形成的像 叫做虛像 它是延長線匯具的像 好 所以 當你面對鏡子的時候 會看到一個像 可是面對水泥牆的時候卻沒有 為什麼會這樣 猜猜 想一想 猜猜 為什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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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呢 為什麼 我好像 我好像 找位大帥哥大美女 十二 十二齁 拆一拆就好了 我說過 要有光 光進到眼睛才會看得到像 為什麼 一個水泥牆就看上去就沒有那個 沒有反射喔 請坐 基本上它沒有鏡面的反射 它會到處亂弄 所以呢 你就散 那又散掉了 沒有什麼成像 就想到 你也可以說它反射不多 吸收 我們上課的時候不會這樣教 但實際上情況是 沒有任何東西 只有反射沒有吸收 也沒有任何東西只有吸收 沒有反射 所以有所謂反照率的問題 上次網路上傳的什麼 傳這些最黑的碗頁 最黑的東西 因為它幾乎全部都 吸收掉 但是反射了那麼 一點點 OK 這樣子 所以 那也是個解釋方式 就是我們跟你說的 OK嗎 OK